小翠 殿下 最近京城发生什么大事了吗 眼下并未到春围的时间 为何如此多读书人敢赴京城 殿下有所不知 最近肖香楼举办了一个诗酒大会 现在咱们大厦各地的才子都在往京城里去呢 肖香楼 那不是朝廷设立的教坊司吗 那里都是一些封臣女子污秽之地能有什么才华 弄出此句 岂不是让我大厦学子一颗文姓龙尘 就不怕我皇兄致他有护国殃民之罪吗 殿下 那肖香楼最近可不得了 我听说啊 他们弄出了一个特... 诗酒会 广聚天下才子 如果让那个剑奴成功了的话 还清欠酒商的欠款还真不是难事 那小畜生的运气为什么总是这么好 公子 公子勿扰 一群风尘女子 加一个闺奴 谁会去啊 你傻子还差我 不 那小子太过闲门了 快去 把郭子监贵酒给我叫过来 公子高明啊 我这就去啊 你把疏狂徒一醉 醉酒当歌 强乐还无味 衣带剑宽终不悔 为衣消得人憔悴 这是千古绝剧啊 此诗当真是萧香楼所做 做此诗之人如此才华为何不入朝为官为国效力 殿下 这十篇可还不止这一首呢 据说还有十首比此诗更自自注意荡气回常的诗篇呢 到时候都会挂在诗酒会上展示出来 小翠 哎 准备准备 我倒是要去会会 做出此诗之人 是何方神兽了